然后呃之前大家提到过 就想让我们就 我带大家一起就针对一个具体的项目 我们做一次关于web server的法子 然后我们前面就挑了一个BOA 然后今天呢 我们就主要讲一下关于BOA的一些法子 然后呃呃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后续的一些规划 就首先今天讲BOA法子呢 相当于给前世前 我们就在讲那个STP协议法子 做一个总结归纳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下周可能会 我带大家带大家了解下windows法子 然后再往后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内核法子去了 嗯对 呃 然后说那那这样的话 今天关于这个BOA法子的话 我们就从一开始 从我们拿到一个项目 从编译开始讲 讲他就把这一整整他流程给大家讲清楚 就大家看 带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一个新接触这个东西的人 应该是从哪个角度去了解他 嗯首先是我们最开始是找到一个官网嘛 BOA的官网 呃 然后他上面有两个版本嘛 一个是呃 一个是release版本 一个是开发版本 然后我我自己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 就是首先开发版本 你是拿过来编译的话 直接就可以编译了 没问题 但是这个release版本的话 他有问题 呃 然后你去搜的话 你可能在网上搜到很多教程 他说呃你改改这里 改改这里 然后改完之后他就好了 但其实这里他应该是呃有一些问题的 你比如说呃呃你你做BOA这么一个比比较成熟的一个项目啊 他为什么是说呃在我们正常编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些红定液好像是呃呃和和红定液相关的一些问题 呃那这里基本上就不太正常不太正常的话 我们可以那就是说我们再去找找其他资源 然后找到这个东西 呃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大概就是呃BOA的一个一个hub 然后呃他上面呢有一些release标签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上标签就应该是对应的不同的呃 不不同的版本才做了一些发布吗 比如说是对办对办法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边缘环境都是湾图吗 然后这时候我们选这个得办一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湾图就基于得办的作为上有他在下面接着开发的一个版本 呃然后基本所以说我就没有在这里面选 我直接在这个get hub里面选了这这一个 这个版本然后拉下来大家可以拉下个然后呃下载一下 然另外呢就是之前之前就是我在呃直播的时候大家给我反馈说就是我发现了BOA的一个bug 那我应该怎么向他们官方去呃提交这个bug呢 你首先从通过这个东西里面的话他好像是没有入口的 但是大家可以往下翻一下这个东西呃这个东西的话他 他他这里面说了就如果你想提交一些呃代码你就去去这个里面 然后去这里 呃大家可以可以看到这这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社区了 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面提一下 你比如说呃像之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程序的一些 呃bug我想交个CVE我应该怎么怎么搞呢 那你就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在这里提交一个呃 提要一个是什么类似公根呃就提交一个有A-SOM 然后就告诉他遇到什么问题 咱们并且详细解释一下这个他是因为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你提交完之后后面不管有没有人理你 不管有没有人理你 你在提交CVE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链接 具体的问题链接贴上去 然后CVE的话呃他可能很快就能给你一个响应了 呃当然这个是挖到呃挖到洞的情况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呃正常的去编译他 首先第一步第一步我们是要把这个程序正常的运行起来吧 编译起来呢我们就我先不用我的那个已经修改后的版本 我就重新拉一个下来 然后关于他的具体编译呢 大家可以去文档这里文档这里他说他 他的介绍里面是有install的 呃 在这个地方可以就是说你呃 config一下然后再make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我们就编译 写一下他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直接config 那个 然后去make 然后这里到这里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呃 呃 呃然后就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使用他 呃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当前新的版本 我当前新的版本是万图22.04 然后我的gcc版本是 这个呃 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 我认为大家机器应该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这个高版本能支持他 D版本肯定也能支持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13年的项目 我认为编译这块大家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哎 简介就是说我们去使用他如何把这个东西跑起来 呃跑起来的话 那么在我们在跑他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其实针对web server嘛 我们就可以想一想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嘛 就是在我们当我们发子的时候 我们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当遇到了一个呃 多进程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项目进行起来之后 它是一个多进程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发子的话就是发子不到 那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做的就是 是应该把这个多进程的东西给他变成一个单进程的东西 是这样的呃 那么把它变成单进程的一个东西呢 那就是呃 其实一般来讲像这web server的话 他其实都会提供一些官方的一些选项的 而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首先第一步 我们想试一下看看这官方选项下面有没有类似的 比如说把一个多进程的东西的给他变成一个单进程 呃守护运行的一个呃 单进程前台运行的这么一个东西吧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编译成了一个二进制 然后我们看一下号 呃 那那7呃 然后这里的话他他说是有这些选项 有这些选项 那其实我们现在有文档 我们可以也可以在文档上面找 比如说这个呃 比如说这个杠地 嗯 先不给大家找 然后呃 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可以从约买来看 你首先你就是呃 呃我们就是查询一下他选项之后发现他有这么一些选项 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肯定是和服务器运行相关的嘛 这个是和指定配置文件相关的 这个c数的肯定和我们需求不太一样 这个-r的话是打印一些debug日制 那么这里其实我们唯一的不知道就是这个杠地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项目他比较简单 其实你拿到项目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搜了 比如说 杠地这里面是这个杠地 然后在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我们呃 我们这里就是如果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代码里面按照特征去搜索呃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杠地不知道杠地是什么东西吗 那那按照这但我想的是如果这个杠地 如果是一个可以把多进程变单进程的东西 那可能对我来说整个发展就变得方便起来 那这样的话 一个进程再运行起来 如何变成一个多进程 那般来讲就是foc 我们可以直接搜一下foc foc的话我们在这里面搜 我们基本上你就搜到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在这里只搜到这么一个foc 这么就是说 如果他在正常运行的时候 他如果一个单进程变成多进程的话 他基本上可能就在这里被触发了 在这被触发了 然后我们可以 他这里不是一个dofoc dofoc这里就是一个A判断 如果他是存在这个foc dofoc这个值的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foc 产生一个多进程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简简单的getpid就行 那这样我们可以接着再往上跟一下 比如说这个dofoc 再接着往上跟 跟的话我们跟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就这里其实就和我们刚才跟那个 钢D其实对应起来了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什么解析命令行工具 解析命令行 然后这里的话跟的是一个 一个解析命令行的一个函数 然后他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会像我们-d-f 其实都在这里会解析到了 然后你假如说有一个钢D的话 肯定是会触发到这个case 这个case他会让dofoc等于0 那dofoc等于0 那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dofoc等于0 让他就不foc了 那基本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猜到就是 这里大概就是说 boa提供的官方配置 你通过这个配置可以 也可以让这个web server 以单一进程的方式运行起来 那当然到这里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猜测 我们到后面可以再试一下 然后剪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还回到刚才的地方 就是让这个程序正常的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的话 我们还是说回到文档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是他官方提供了一个 一个命连一个命连和工具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样 boa-c etc boa把他给运行起来 但这里呢 这里其实我们和他还是有些区别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并没有把它安装起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etcboa下面并没有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etcboa 我们怎么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那这样的话 你这样运行的话 肯定是运行不起来的 运行不起来 但是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 你etc下面是什么东西呢 etc下面是不是应该是一些 关于bo的一些配置文件 应该应该是关于poa的bo boa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呃 你如果随便指定的话 大家可以给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随便指定 会出现什么一些什么后果 在这里 然后我们随便指定的话 就呃 我们先去按他说boa吧 boa 这样 指定一下 他会他会这里这里 我们他会直接显示一个东西 就是不能够打开boaconfig 我们按照他的提示啊 那他提示直接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他通过你的这个选项 他找不到一个boaconfig 呃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应该是 我们随便写一个boaconfig 然后给他放到这个etcboa下面 然后再去运行 那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代码里面可以看到 这里他其实是给了一个样例的 这个样例呢 就直接说呃 给了我们一个示例的一个config config文件 然后呃 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大家图方便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boaconfig文件 给扔到etc下面去了 呃 但是呢 为了验证为了验证 其实呃 为了验证我刚刚那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你在这个下面 只要是不管是哪一个路径 你下面只要一个配置文件 他就可以运行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 -c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文件里面不是有一个配置文件吧 那我直接指定他就好了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到到这一步 我们其实就已经把刚才那个什么 和boa相关的 这个错误已经跳过去了 但紧接着我们又又又遇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这样的 他显示的就是说和log有关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webserver 当webserver在运行起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log之质 那这里的话肯定是让我们去解决 关于这个路径日志的 这个日志的路径问题的 这里是应该是这个问题 但是自己同时大家也应该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按照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给他指 不管是创建一个新的日志目录也好 或者是给他修改一下日志目录也好 都行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这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 我们并不是说要去真正的把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我们做运维之类的东西我们是要做fuzz 那这时候大家应该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当你去fuzz这个项目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日志 那按照我们前面看的就是fuzz的话 可能疫苗会呃让这个boa这个webserver 均进行几万次 他接收几万次的这个呃 是一包头尾 你这样的话会不会相应相应的 如果他的日志在生效的话 那是不是会相应的产生什么几万条日子 那这样的话你疫苗产生那么多 那你时间越长 你比如说跑一晚上 是不是你整个文件就会 日识文件数量量数量非常大 有可能会把你整个文件系统搞崩掉 就是这个问题 呃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 如果要从我们fuzz的角度上来看 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报道 我们第一个要想一件事就是说 我能不能让他的日志不产生 就我在我能不能让他不产生这些日志记录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肯定是我们如果不看代码的话 肯定是只有通过文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回到这个文档这里 呃文档这里的话我们搜一下呃 不用搜你们 因为这个boa他这个项目本身比较小 他的可选的选项 我刚刚其实我在fuzz的时候已经看过 就没有多少东西 所以说这个还是呃比较方便的 你比如说他这里面直接说 我有这个呃错误日志 有访问期日志 还有这个什么cgi日志 然后同时呢这里他你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呃这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在你的boaconfig文件里面配置的 这些这些字段都是由你可以配置的 然后同时呢他又说了就是说呃 他这句话就是说你在这个字段后面跟的那个值吗 肯定就是你的日志的目录了吗 那同时他又说是如果你把这个值是成这个东西 那么你就不会呃获得一些错误的值了 那很明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值的后面的这个呃 呃像这些字段后面这些值都变成这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不不会产生一些 呃我们在整个吧的过程中就不会产生一些无效的值了 那么这样的话找到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去就去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志文件 把所有的日文件的这个东西都给他改掉 呃 嗯 可以搜一下 看这个关键是说吧 因为就是adlog什么cglog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改掉 第一位 呢 然后再往下 那么又找了一个accesslog 改掉 呃再往下这cglog 改掉 那其实这三个log都被我改掉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接着运行 啊老师我有个小问题 嗯讲就是我看了一下boa的原码就是嗯 呃这个这个你的这个原码是不是对 嗯是不是跟以前的那个有点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看以前的那个他是 默认把所有的日志全都给设置成那个浪 的 是第一位吗 这个原码是不是改过 那可能是呃不 那那应该是你下载的原不源头不一样吧 我是在这里面下的 你可能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后面后面对这个 这个项目座里的小修改 因为呃我从那个官网下转的版本就是 啊所有的日期都是默认默认到那个啊 第一位浪里面是哦那挺好 然后第一位浪的话 我还查了一下他是每天会自己删除 把自己删除一点 嗯 基本是等自行空的一个 嗯 但是呃你是不是应该从这里面下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开发版是吧 哦对对对development 呃问题不大 反正就是顺便知道一下这个选项 我是从这里面它两个版本应该不一样 嗯 嗯 呃然后到这一步到这一步 到这一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哎我在这 呃到这一步的话就是我运行起来的话 他没有报错 反正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他这时候他在后台运行 这时候呃像我们一一般来讲 我们在搞这个 搞这些法则最好你就让他前台运行 或者是单进程 然后刚才看一下他确实呃 然后呢这样的话 其实再加上我们刚才怎么说 我们刚才找那个杠地嘛 杠地然后这时候我们这时候再来看 大家发现一下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在前台去运行到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什么说 嗯 简单的试一下 简单的试一下 简单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呃请求下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还有这泡的泡的话呃 还有端口号吧 让口号咱这里的话 我像我这里他模仿是8080 80的话那我就直接请求下8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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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我请求完之后 然后他 他 这里就是直接返回返回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其实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这个运行已经成功了 他这个东西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把它扛着直接断掉 呃然后我们再捋一下 捋一下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可以什么 说前台运行单进程运行 然后同时他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他在运行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日志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整个 我们的正常规的法子那个条路去了 然后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挺一下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谁就把这个法子跑起来了 用这些自己的方法 呃大家有吗 呃大家后面都没有自己尝试过吗 我看前面有人 我们在对这个buawebserver的这个config文件做法子 呃算是一个本地法子吧 然后除了这个主要还有没有那种对于socket做法子的 就是真的webserver主要的功能 呃有的话可以讲一下 呃呃没有吗 呃没有那我们就开始讲一下我的 就是呃到这一步的话 其实就和我们前面讲的就感觉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相当于说对前面我们讲了一下知识的一些利用 然后这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前面 你比如说呃我们其实在整个做webserver法子的时候 可能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数据投尾 数据投尾这个地方 呃第一个数据投尾第二个是长生命周期嘛 呃那我们依次想一下我们前面那几个项目都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lagsttpd 呃那个地方的话首先长生命周期问题的话 它是有一个官方自带一个选项 叫做-1那个选项我们直接用它 然后紧接着呢是关于数据投尾数据投尾那里 也是因为有呃lagsttpd有一个呃-1这么一个选项 它可以通过管道来投尾数据那这样的话 我们当时就说的是从把从标准输入 呃呃呃把从文件输入获得的这个样本呢 再给它投尾到管道里去 然后完成这次文呃呃完成呃呃 呃然后一次呢完成这整个数据投尾再加上长生命周期 然后紧接着是那个ngx 呃ngx的那里的话也是这个数据投尾和呃 数据投尾和那个长生命周期问题 关于长生命周期的问题的话 这里关于ngx当时是谁也改的缘码 因为呃不管怎么说你这个webseller嘛 他不断的接收外界的数据输入 那这时候他肯定是有一个循环的 当时我们就在ngx的缘码里面找到了这个循环 然后给他设置了一个挑出选项 以此来解决这个长生命周期问题 那紧接着是数据投尾 数据投尾的话 当时找了一个开源库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呢 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说呢 把呃当你在运行程序之前去呃呃 用这个开源库去hook他的话 呃那最终的效果可能就是说 你原本程序是从socket获得输入的 但是现在的话 他可以直接从标准输入获得输入 这是index 然后紧接着呢到了apache apache这里的话 他当时用的是那个afl loop 呃然后当时的是 首先就是关于长生命周期问题的话 你如果用afl loop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你afl loop单一指定一个呃 比如说1万次循环 当他循环1万次循环 执行完之后程序呢会自动的退出 你就不需要考虑什么时候让程序退出这个问题了 然后紧接着呢关于数据投尾的话 当时是因为在afl loop里面 我直接开了一个新的线程 比如这个新的线程呢 不断的向我们的目标程序 就是这个apache去投尾数据 你相当于说当你在运行apache的时候 其实你是运行了两个线程 一个是apache的一个工作线程 另外一个线程呢就是一个不断的投尾 socket的这么一个线程 这个这个这个线程呢会不断的读取文件中的内容 并且要文件的中的内容呢 呃通过socket的send给他发出去 发给我们这个apache的工作线程 呃这其实是三种模式 对应的三种模式 就第一个就是可能官方提供了一些给我们 但这些功能不太完善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直接模改官方那些呃 呃圆码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选一个其他的模式去完成我们的数据投尾 以及我们的这个 长生命周期问题的一个解决 最前面三种方法嘛 然后那很明显就是前面三种方法 其实呃 论论辩解性的话肯定是第三种方法比较辩解的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一个进程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再开一个线程 这个线程呢不断的给这个呃 我们的工作线程的投尾数据 这其实最简单的 然后我们关于boa的这个web server的发动呢 我这里就选择了他 呃 呃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看我摩改后的代码了 呃 呃 我想想把智能代码发给大家 关于boa 其实我们这里改的主要就是boa.c这个文件 然后大家可以 呃整个项目打包发的情况好吗 呃好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讲解一下 把打包发一下 不就完成了 可以 没什么 请不吝点赞 是 有我们分不能炙自己的 一个 就是 好 打包 那关于这个的话就是首先主要就在妹子里做了一些改改动 就从这里开始做了一个改动 这里也是就是我这里其实就完全模改了 相当于那个呃前面我们在讲 啊阿帕阿帕发的的时候那个项目 但这里的话其实呃 这两项目在具体的在做这个这种改造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些坑点 咱这里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我改了一些什么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里做一个是我发子的判断嘛 假如说你不想去你你只想正常去运行它 然后不想启动我这个发子现成的话 你就可以在当你运行之前 就可以加一个no发子的这么环境变量 然后就可以直接跳过我们这个东西 直接去正常运行了 然后如果不加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首先首先这里的话肯定就是像我这种模式 我肯定是从文件获获得 以呃以文件输入再为样本输入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全面量 我保存了一下这个ARGV4 也就是我们 这个的这个文件名 然后首先呢 然后紧接着做了 做了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呢 其实呃怎么说 这里其实就做了一些呃网卡的设置 然后呃呃 呃相当于说直接就造超了原来那个ARGV4那块东西 其实就是这里做了一个环境的环境变量环境的一个素质化了 然后这里 到这里的话是一个呃我们主要要搞的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开了一个发子线程 开了一个发子线程的话 我们直接跟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这里面 主要的这个工作函数里面 哎 像这个主要的工作函数的话 去就这 主要工作函数的话 这里呃其实又涉及到我们最开始讲的两种发子方法 一种是呃 当你去发发的发的不少我的时候 你想去发的这个 而是不少我对于hp协议的结构的解析 那针对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你要发的话 肯定是一整个hp hp数据包一整个发过去嘛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这里这个也是最主流的一种发子方法 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个单一字段发子 就是说当你 你要去就是你要固定好其他字段 然后当你就是你的目标已经比较明确了 说我要发的呃这个op server针对host的这个字段的解析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他的不固定不远 只编于host的这个字段的值 那这样的话就是单一字段发子 然后这里的话关于他们开开心哪一个的话 这里是我用红去做了一个呃 去做了一个管理 呃那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走呃 看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发的这个呃 hp 呃hp 协议整体的一个结果解析 应该怎么做 这里 呃这里先不看 我们先看看怎么拿到这个数据的 哪怎么拿到数据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读文 呃 读文件这这里是有 我我是这里读了一个文件吧 这个input file 呃刚在mail里面时候给大家看了 他是等于 argv4那个参数的 那就是说呃 这个这个也那那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值的话 就是我们输入的那个文件名 然后我们打开那个我要文件 然后读到了他们的数据 然后紧接着呢 在后面有这么一套东西 像原来那个阿白七发子的话 他可能只是加了 只在末尾加了一个钢啊钢啊 然同时呢 在在后面再加一个零 这里其实我认为是有些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你整个atp 协议的话 他在结束的标志 就应该是-r-n-r-n连续两次这个东西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要表示结束的话 你最好还是把这四个都加上 就那这里加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 呃如果请前面你整个前面 如果真的是没有呃 没有那种结束标志 那么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在最后给你截止住 到这里的话 它可以让你的整个atp 协议解析的 呃解析在这里直接截止 然后关闭它 然后那这里的话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称呼结构化 结构里面读取数据呃的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读取数据的话 就是你这个发自buffer里面不就有这个数据了吗 有你的图片数据之后 然后紧接在下面 下面的话 他就创建了非常简单 创建了一个sock进程 然后给sock做了一些设置 然后紧接是一个connect 而关于connect的这里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connect的 同时我还要加一个wall循环 这时候它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模式啊 它其实就应该是呃 当你 按照我们现在模式 它其实就是当如果当你运行起来之后 它可能会 有两个工作现场 一个工作现场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boa 另外一个现场呢 就是我们这个发子现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boa运行的时候 它肯定是什么 它新工签新工什么 很多一些前置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读困这文件 设置环境变量 然后在呃 等这些东西都做完之后 它才会起一个 起一个socket 然后紧接才会去listen listen完之后 他才会去see我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在他listen 这个他在具体的监听 某一个端口之前 他可能有一些非常长的一些前置工作 但同时又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发子 现场和boa现场 他理论上讲应该是什么 同时运行起来的 那有可能就是说 当我们的发子 当我们这整个发子现场 已经准备好之后 他准备好之后 那其实你的可能boa前面的工程 系统还没有listen 他还没有准备好 那这时候 如果我们这时候 如果我们这时候 不加那个well循环 我们就是说像这个 像这个well循环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在这一直在等 直知道什么 直到你这个webserver 已经准备好之后 我就connect的才能成功 这里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我connect成功 那就说明你的webserver 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我不成功的话 说明你的webserver 并没有准备好 那我在这一直循环等待就好了 他是这里的话 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就是说 当我这connect返回正义 一个正确的执着 那就说明你boa已经 boa的功能现成 已经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send send完之后 然后关闭我 socket的现成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reserve reserve这里其实这里的话 其实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节 一个东西 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reserve 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这整我整个一套东西 它并不说我发一次包就完了 我前面这对应的是什么 af loop af loop按照我前面给大家讲解的话 af loop它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web循环 它就是说它在这里会循环 像我们这里的话 它在这里会循环一万次 然后对于我们每一个web每一个循环呢 每一个流程它其实都应该有一个默认的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前面的一次数据投尾 并不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一次数据投尾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原则 那这里的话 那个回到这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reserve呢 reserve就是完全把本次sugget头位的效果完全就是清空掉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说呃你你就是本次像你个sdp sdp嘛 它本身就是一个无状态的一种连接处理方式 那其实就是说我发你一个数据包 你发给我一个数据包 那其实就说明我们两个测试交互已经就结束了 那剩下的话 我剩下的话我剩下再给你发一个sd报文 然后你再反过一个sd报文呢 那其实两个过程是相互独立开的 那我这个well循环呢 我就第一点要做的就是当我开启一个新的well循环的时候 我必须要保证我的上一个流程其实已经结束了 那我上一个流程结束的标志是什么 那必然是我上一个流程已经接收到了web server 发给我的一些数据包 就当我当我接收到web server 发给我的一些数据包的时候 我才会认为我们本次的交互流程已经结束了 同时呢我对web server发给我是什么数据包呢 我并不感兴趣 我并不想知道他发给我什么数据包 我只想就我只要知道他给我发数据包了 只要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 就是因为对方给我发数据包之后 就一定代表着我们本次交互已经结束了 对方也已经处理完我的请求了 对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web server在这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 然后讲完这些讲完这些其实我目前给大家讲这些 它其实是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appers发的那个项目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代码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直接用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来 它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你直接拿它去跑的话 你基本上跑不跑不起来 跑不起来其实就主要一个问题在在于说 boa这个项目它和apache它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指定那个 当我们在运行它的时候 呃 但我刚才这样运行它的时候 那-c它其实在这里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呃 c root 那其实它在这就是直接把这些工作目楼切到了 这个呃 这个目楼下面 这个目楼下面 那其实那其实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像前面那个file name 嗯 像我们file name在我们给它提供file name的时候 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相对位置 如果如果我我这里说 如果如果还是我们还是像我们之前的发的一些流发的 发的过程一样 我们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是boa 然后-c 然后给它指定到这个目楼里面去 然后紧接着是这家一个什么呃 像-d嘛-d 我们刚刚说要当前来运行吗 那紧接着是说我们紧接着要投为一个样本 投为样本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选一个样本 如果按照这样去运行的话 它其实运行不起来 运不起来原因就在于这个 这个是当就是原始的bo呀 就你当你指定指定完-c之后 它所有的文件的所以其实都会在这个example 这个文件夹下面进行 就是像我们这个的像我们如果在指定一个 钢地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其实会随应到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它对应的可能就会直接 随应到这个东西 那他在找我们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往这个里面找 那很明显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的目标书 投文件是在这个下面 它并不在这个example这个呃 目录下面啊 就这里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准确来讲应该算是bo的一个 一个特性吧 bo的设计就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想要读一些资源的话 这些资源必须在我这个-c指定的这个目录里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呃那那肯定像这个问题 它其实比较隐蔽的 就大家呃呃 因为感觉大家好像也没有尝试过这个法子 如果大家尝试过法子的话 一定会遇到这个坑 就是说你可能后面法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整个覆盖率 它一直不上升 那其实就代表这个数据 它一直没有读到 因为你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运行它的话 它直接会去这边 所以然后这里面呢 没有我们的这个目标文件 然后所以说 成这个这个呃 BOA呢整个整体也不能正常运行起来 然后这里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说你把那个 你我们现在只要做到要要做的是 这个目录应该是在这个-c指定的这个里 下面 那其实我们直接就-c指定当前目录 刚才指定完当前目录之后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刚才我刚一直给大家验证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你-c指下的什么 其实并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的-c目录下面 有一个BOA.config文件 那基于刚才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像我们的刚才那个BOA 我先给他config个文件 给他复制到我这个当前目录下 然后我就可以 我我就可以直接这样-c点 然后-d 我就可以这样去运行我这整个整个程序了 这里其实是BOA的一个坑 然后给大家 大家如果后续真的要去这套做这套东西 就是自己实践的话 一定会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给大家提前讲一下 然后 然后讲完这个之后 然后就可以再去关注一下 AFO loop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像我们之前讲AFO loop的时候也提到过 AFO loop 你最好你做的事情 就是唯一要做的事情 像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保证 两次数据投尾之间不会互相影响 那其实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些变量 你该清空的就要清空 比如说这个发子发子buffer 然后就是你每次在循环之前 你都要清空一下 然后这个发子fp也是 这些东西都是要清空一下的 然后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讲完了这个 当当我们如果要用这个 发子去对BOA的这个 htp协议本身做发子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给它编译起来 给大家跑一下看看 首先 首先是按照按照我这个红领言 大家具体一点 这个红领言其实还是蛮重要 比如说这个话 就是当我们再去跑这个 sb协议结构化发子的时候 你就把所有红领言的注释都取消掉 因为像我这里我这也不定义了吗 就是如果你没有定义这个红 那我才会开启这段代码 就这个就是你如果要对 hbhb协议做整理发子的话 你就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做 把这个全部注释掉 然后紧接着呢 还是常规的思路 就是先卡费 选择你的 编音线 然后紧接着是 加Ason选项 现在已经变运完了 变运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去运行他 运行的话 你就去握个目录下面 然后像这里的话 像这里 有些细节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字典 字典的话 其实是从其他的开源的项目上 逃换下来了 就是那些 有其实网上有很多是要发子 http http 然后他们的字典 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这些东西 然后紧接着呢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输入 输入的话 其实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 http 宝文 然后紧接着我们去去运行他 发子 杠A 指定一个输入 指定一个输出 然后呢 再 指定一个字典 然后紧接着就是 找到这个目标运行文件 然后-c点 然后紧接着-d 前提运行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后面要跟着说文件名嘛 我们就爱的爱他 赞业服务给他替代掉 然后这里的话 这样大家看一下 这里其实就已经正常运行下 那其实还 还给大家讲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判断我这个程序 有没有bug这个问题 那其实就 我建议大家就注意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这里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 这里last newfound 就是说我算是发现新路径的 距离现在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 你看刚才是123到3秒之后 然后拖面是0了 就是说 他在不断的发现一些新路径 那那其实如果你当你写了一个发子之后 你感觉他这个 他这个run time 和last newfound 他们都是在持续地震 而且都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运行了46分钟 我有可能我这last newfound 还是46分钟 哦不46秒 那其实就代表是什么 从你程序到从运 运行起来到现在 他没有发现一个新路径 那其实就基本上说明你这个发子 写的可能有点bug 然后这里 所以你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最好你就改再去 后头看看 你是不是写出来什么bug了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运行起来了 然后同时再给大家也给大家再讲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我是在运行之后发现一些 一些算是特性的一些东西吧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像我这个直接从呃 像我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啊 啊啊啊的话 我发现他这里有这个这么一个默奋的选项 他就是说没有发现你设置-m-s 所以说我自定自自自自动的给你设置成了-s default 啊这里其实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啊 就比如说 啊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master的进程 slable进程 他们之间的区别什么 就master的进程的话 他会他就他们主要是变异 变异方式那里不同 就是这个的话 我在给大家讲那个病呃 病型发子的时候讲过-m呢 他指定的那个发子进程呢 他会做一些确定性变异 你比如说自己在翻转之类的东西 然后-s呢 他生成了一些发子进程 他只会做一些不确定性变异 你比如说 反正各种各样各样随机变异吧 然后他不 他是这是他们两个区别 然后同时呢 他们两个种子呢 通过定期的扫描 就是比如说-m 他会定期的扫-s下面的一些样门目录 看看有没有 能让自己把这些一些新路径的样门 如果有的话就把它拿过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病型操作 那关于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其实 他说我默认给你-s default了 这里是 那那那这个肯定是不太行 那一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开多线程的话 我每次发子的话 其实都是一些 呃不确定性发子 都是一些不确定性发子 那么因为这个 那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想了就是大家以后 就是呃可以 最少开两个线程吧 就是最少开两个进程吧 一个-m一个-s 是一个确定性发子一个不确定性发子 感觉呃就是最低两个两个发子进程还是比较靠谱的 对他这是这是 afr++他有这么一个变动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呃 然后到这里的话 就是关于结构 结构呃 关于sb hdb 协议结构 这块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讲完之后呢 肯定是接下来就回到我们 呃去开始那些单一字段发子 单一字段发子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个发子越而 比如说像我这里有这个红定义定的这里的话 取用这个要死 爱好死呢 然后这里的话如果定义了又而发人 然后我们就会这个就会 嗯 就会生效 然后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是其实定义两个字不算吧 一个字不算到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字不算就给紧跟着接上 那其实 一个正常的一个一个正常的一个东西啊 他肯定是我们像我们这里 他中间肯定缺了一个要儿吗 那其实我们这里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 编译生成的样本 和这两个字不算给他拼接起了啊 那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呃这些先不看 先不看这些东西 然后上去打滑上去 顺下话其实又就是一个简单的拼接 那就是我们这里读到了这个数据 来在下面给他做了一个拼接 拼接完之后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因为 因为我们他前后其实我已经给定义好吗 那其实现在他就是一个接近于一个 比较合法的一个sb协议结构 然姐姐呢我还是按前面那样 就是给他投为进去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细节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里 这里其实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东西就是说 这个发的temp的话其实是我从呃变样本里面读到的数据啊 我们我默认我默认会把这些东西都这这个数据呢变成 但是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sdb协议的话 他其实他会有他会有换行这么一个草率 就是说当你换行之后 那可能你比如说你呃换行之后 他可能会直接到其他地方 你比如说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些发的样本吗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发的呃我的发的样本他这里就他像这个院的话就是一个呃就是一个回车吗 不不就就就就是一个跟跟跟地址吧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是按按照我们的设想按照我们的设想 他应该是他发的的时候 这里应该随便变变成一堆这些东西吗 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应该这么变了 但是你保不起后变一些变形出来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他变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那其实他变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大概率这个sdb协议的结构就被他破坏掉了 那么想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就是说当他变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应该说给他做一个二次的一个数据规整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数据规整 那这里就是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 就是说当你变出来钢啊 可能就是回车和回车相关东西的时候 我就把你这个自负串给你听完成一个 空一个零字符串 那这这里其实对应的在自负串里面 其实对应的一个结束标识吗 那比如说你像像你你变业的时候 如果真的变出来一个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 你真的变出来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 那可能是像像我刚才那几些方法 直接就是在w后面直接给你给你截断掉 那你可能最终拼接的时候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把你这个东西拼接进来之后 那其实我还是一个合法的一个 HDP协议 HDP协议 它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相闻起发的时候 就很多有些点其实是比较细节的 就是你一般来讲 你把这些细节把握好其实就差不多了 然后还是剩下的还是那个发送数据包这一套 然后紧接着讲完了 幼儿发之后我们肯定是什么 我要局一反三 我们要想去发的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 发的更多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这里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web server 他可以解析哪些字段呢 就是说那你肯定第一点就是我要找到这个web server 可以解析到所有的字段 把这字段呢一个一个列出来 然后再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那关于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说在圆码里面搜 圆码里搜 其实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就是还是刚才讲的特征手特征手法 你比如说if modified sense 这个东西你听起来就非常特有特征 就是这个字幕上 就是你一般写代码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用到吧 那如果我真的在这个代码里面搜到这个 搜到这个相关的东西 那是不是代表这里可能就处理 这个字段呢 那可能我在网上跟在网上根根 是不是可以到了一个总的处理 所有字段的解析的地方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搜他 比如说搜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些 是搜到了结果 搜到结果 然后这里这里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解析的 就是 这里比较一下这个烂是不是等于他 这里肯定就是说从这里面判断一下 没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的话 把它直拿到 他大概就这么一个东西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那那那这里其实相对相邻的 你看大家 这这里都大家可以都看一下 这里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相邻的一些东西的 那这里 然后再往看上看一下这个名字吧 暗行处理吧 像我们这个ky6的组合 那肯定是一个k一个value然后换行 那大概其实大概的这里其实就是 关于那个sb协议头的解析那块了 那这里列出的字段其实字段是非常少的 那其实就他其实主要就因为这个pov 他本身感觉可能就是 功能就比较少 所以说这里也就比较少 但是比较少的话有所谓 然后比如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找到一个 就是说所有的字字段解析都在这了 就是我们我们现在首先有个表了 就是这个表就是说所有的pov 可以解析的字段都在这 咱紧接着是我们要从这里面找到一些 适合我们fuzz的东西 那什么东西是不适合我们fuzz呢 你比如说这里啊 这里他是一个referrefer也是一个字段 他找到这个字段之后 给他附了一个指南紧接着是什么 add cgi env 那这个东西就和我们之前在讲iotfuzz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像的就是 不但我们以前一个cgi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设置一些环节变量 但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大概率说 和我们的pov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cgi的话 可能是程序员业务自己实现的一些cgi 和我们今天的目标pov可能没有什么关联性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没必要跟他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再试图在这个整个pov原码里面找找 有没有哪些地方对甚至这个值做了一些解析 因为你看这个字段是获得了这个值吗 那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搜 这个字段那么是不是搜到的东西 就一定是对他做了一些处理 数据操作一些地方 但是我们搜完之后大家发现没有 只有一个log.c 那这里就和log相关了 要不然就是这个地方 那就很明显 这就告诉我们人家什么事了 就是这个字段 我boa并没有解析他 那如果没有解析他 那我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我会再换个字呢 比如说这个if modern father sense 我们也要搜他 我们搜的话搜是搜到这个东西 做到这个东西 他说如果你有if modern father sense 然后那么呢就对你做了一个解析吗 大家看一看下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什么 把一些 if modern father sense 好像是一个什么有年月日吗 那么他这里就像是把那年月日变成一些具体数值 那这里就是他首先他一定是涉及到一些 数据的一些处理嘛 他有数据处理的地方基本上 就你是你说就是有洞的地方 你像这种数据处理的地方 其实是很可能出现一些内生不坏的洞的 那其实 我们找到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其实就可以把if modern father sense 放进我们的这个发子列表中 那按照我刚才那种方法 我就在这里面找了一下 我找大概找到这么些东西 找到了4个 UR不算 我们找我找到找到了3个 就是值得我们去发子的东西 就这3个东西 然后按照还是说 按照我们刚才对UR发子的时候那种操作 那其实就是像耗子的话 那就是只是拼接耗子的字段 像Modified sense的话 就是拼接这个if modern father sense 字段 然后像这个认知的话 我们就拼接一些认知之段 替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还是说像我们这样其用的话 就把UR发子去掉 比如说我们想对于发耗子的发子的话 我们就去用一下耗子 就这样这样这种操作 那其实讲到这儿之后 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拓展一下 你比如说 我们其实到这里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加一些代码审计 一些东西在里面 这时候你其实可以想想想一下 你比如说 从代码审计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肯定一般来讲就是说 在你代码审计之前 你可能就应该对你的目标 项目 比如说我们这个目标 就应该对目标项目的这个字段 那实现有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可以再想想 你在实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认识 认识 然后呃这里的话 呃 大家 OK 大家如果没有对这个ATP协议不太了解 那么可以现场给大家搜一下 看它是什么东西 呃 嗯 这里就是这个认识 他大概是怎么说 他会有两个点就是一个起点一个终点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但我请求某一个资源的时候 我假如说我想要他的2比特位到呃呃 100比特位之间的这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我的认识就可以写成什么 2比特到 100比特 那这样的话我其实web server在解写的时候 他可能就把这段东西给你反复过来了 但这里你你呃 这时候如果如果换了大家再去实现这个东西的话 那呃 大家应该怎么实现呢 你首先第一点是不是就应该把前后两个 杠 这个他们这个前子子练前后 这个中间是用一个杠来做一个分隔的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把杠之前和之后的这些数字给解析出来 直接出来之后 然后呢你就当你在最终去返回我这个呃 一个agent一些资源的时候 你就是按这个一前一后 给他把相当于是把这幅串呢 这幅串从前面到后面的中间呢 给他截取一块给他传回来 按照我们实现的话也应该这么实现 但是这里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什么问题 没有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 你要确定一下前面的这个1 比如说像我刚才的3比特到100比特 那么是不是应该确定一下 你3比特是不是应该比这个100100比特要小 就是你这时候应该最要 就如果要正常的呃 写的比安全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if前面的小于后面的 这个东西 呃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 那就是说当你在去设计写这个这个功能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考虑吧 那这样的话 那相信呢你如果去真的去审计别人代码 那肯定是就是带着这么一个 东西就是你认为如果你去写的时候 你可能会加一个这么样的一个check 那这样的话你就 你去做代码审计的时候 你去审别人的代码 说你肯定是带这么一个疑问去审查代码 就是说你这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么一种check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能认为你的代码有些安全问题 那在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代码审计的一些 呃一些思路吧 就就基本上就这样了 就是这是这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有像一些有经验的 就代码审计的话 其实审代码说基本上就带这种东西去审的 就是说我先了解你整个项目之后 我大概知道你哪一些功能 然后真正某一个功能 我可能有一些经验 我认为你应该在哪些地方做check 那这样的话 我就带这些疑问去看你的代码 看你没有这些check 如果你没有这些check的话 那你我认为你有安全问题 那这就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套代码审计流程了 对算算是算是代码审计的一个一一种路线一种路线 呃然后讲完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就 然后其实 呃像像目前为止这个单一自带法的 其实我们这个法子就已经完成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启用一下这两个东西 还是回到我们这里了 给他重新编译一下 afuas make 然后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work目录下 呃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字的字典去掉 要input 然后要output 然后 这样 呃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也是非常正常的运行起来了 然后这里也没有什么注册的地方 嗯 呃 然后同时这里的话 其实关于单一自带法子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给他加一些字典进去 加一些字典 这次字典是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拿host的举例吧 host 像这个host的话 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冒号 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特特定的一些东西 呃 就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像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冒号加进去 然后if modern fact sense呢 然后 他会什么 年月日吗 这是月份 然后 那那其实这个一些月份的话 你每一个月份都可以当日志 当一个字典给他加进去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像这个逗号呀 还有这个冒号啊 但还有这个gmt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一些字典 因为他们只要是 只要在这个字典中 那些值是固定不变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字典给他加进去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 然后就这样 然后到目前为止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单一字典就发了的 同时呢 我们可以 给你自己的喜好把加些字典进去 然后呢 因为这个boa这个项目 我看了一下 他整体确实功能比较少 所以说 呃 呃 对 这这目前为止 这这对他整个一个 从初步的发子的角度来说 说我们目前的这些方面已经足够了 然后 呃 大家 呃 我不确定啊 比如我不确定 boa boa这个东西 不是我有没有有没有动啊 我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发发发服务器去跑他 大家如果是什么 呃 想去在这里面挖点cve的话 我认为大家可以按照我这几个红碗 去给他设置一下 然后拿自己服务器跑一下 跑个几天 看看能不能跑出来动 如果能跑出来动的话 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一下 对 呃 然后今天的课就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嗯 老师问问问问题啊 我讲就是就是那个呃 跟跟跟这个没关系 老师你有接触RPC的发子吗 呃 接触过一些 就是 像 像假如说我我我我拿到一个我拿到一个机体 我我可能先先会看他端口 就是说很多应用都会通过RPC做做做信息传输吗 做数据做数据之间的交互 嗯 就是说那我怎么就是说在黑核的情况下 我也不知道 啊我就我就看他开了个端口 嗯 然后我怎么我怎么直接对他这个端口进行进行 有没有可能直接对他的端口进行发子 在在在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以啊 按照我们这个东西就是 相当于你在运行那个程序的时候呢 你在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发子组织啊 你在运行那个程序的时候 加一个加一个中太库劫持 然后相当于说呃这个进程他呃 你的木雅进程可能会开两个线程 一个是还是说你的原始的工作进程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发子进程 由我们的发子进程呢 去给他这个rpc做一个数据投位 但是啊 像rpc之间可能数据交互的时候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数据格式 啊对 rpc有rpc的数据格式 然后你在里面再去自定义自己的发的格式 呃就你是基于rpc那个格式在在在在在就是 还是说按照我们我像我们这个目前是首先 sbc有个格式嘛 然后 那我们在发子的时候就是说呃 我们先把这个扫给的什么都建立好 就是说首先我能够和这个 呃扫给做交互 然后其次呢 像那随意格式的话 我们就按照按照我们单一字的那种构造吗 或者是因为像我感觉像你呢 你说真的一个具体的项目吗 那其实那个具体项目可能从rpc里面获得一些 一些具体的字段吗 那你就真的那些字段的发子就好了 哦哦好了好了 就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关于 呃就或者说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话 对于web server的发展其实大家都可以 呃把他把这个东西可以是完全可以扑开 你比如说首先我们hp协议是一个无状态协议 那所以说 针对任何其他的无状态协议 你都可以把这条东西拿过去需求改改直接能用 那么针对一些有状态协 就是说比如上srpc这种 就他其实是有一个交互的东西 就是说我发一个包 你发一个包 我发一个包 你发一个包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其实呃也是可以改改 这个这条流程其实也是可以改改用的 比如说呃我发一个hello 你发一个hi 我们俩建立一个握手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你发一个数据包 我去解析 那他是他应该是两套两两两套交互 吗那两套交互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了 那你首先第一个第一套那个hellohi 那个交互了 那其实是一个死的交互吗 那么真的那个交互 我们直接写死就行 然后后面的话就真具体到一些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写的 我们能不能再然后我们再去修改他的数据 就基本上就这样就是嗯 这这这其实我们虽然在讲Observer 法子 但其实我们其实在讲的应该是一个网络协议 整体的一个法子对 老师你能听到吗 呃讲呃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想对一些币源的网络程序 呃去做法子的话是有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去解决他那个单一线程问题 和常常生命周期问题 呃单一线程 呃这一块的话 其实其实感觉 呃要要要要 呃要比较复杂一点 首先单一线程的话 呃不是我们先讲长生命周期吧 长生命周期应该是还像这种币源的话 呃有两个嘛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非常懂这个项目的话 你去手中paste他 因为这种网络协议基本上都在外尔循环 那儿有个东西 有个外尔循环嘛 你又设计一些呃 敲出条件 然后去啊 用二进制 埃打埃打的一些插件 就比如说可以派出这些东西去派出他 让他满足一些条件之后 直接挑出这么长生命周期 或者呢或者其实是你可以使用 AFO loop的一些币源 呃啊 AFO cumul的话 他像AFO cumul的话 他的AFO loop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币源项目 那其实如果 你可以指定呃你的币源项目的这个 呃就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这个币源项目的一个投和尾 就是呃一个完可以完整的处理完数据的这么一个投和尾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用AFO loop指定他的投和尾了 嗯 就那这样的话其实呃就就这这样情况 下你不需要考虑这种长生命周期问题了 然后关关前面还有一个啥来着 呃就是单一线程问题呃单一线程 单一线程 单一线程那其实还是第一个看待有没有光线功能吧 没有光线功能的话 其实呃如果要我的话 其实我感觉可能会用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快照发的 呃快照你可以搜一下快照发的快照发的大概就是说 当一个程序运行到呃某些点的时候我给他暂停 我给他拍快照 然后你比如说像你那样多 呃呃 其实我认为我认为有个方法其实我没有实践过但是我感觉还挺好 你比如说回到我们这个了 随着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工程线程和发的现场上来 还是说你 首先你自己实现一个动态库 然后你的动态库劫持 就像那个B原来还是说呃有个 两个线程吗 两个线程吗 一公共在线程一个发的线程吗 像你个aiballope那个东西的话 就肯定是要施加到你这个动态库 被你自己实现的动态库上面 因为因为那个动态库你是要呃 呃那其实就是说相当于说 把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给他变成一个B原的东西 像比如说我们这里你呃你编一个这样的动态 你就单独的把这个线程编成一个动态库 编成动态库之后 然后仅仅呢在这里像这个aiballope这里 那其实呃像有没有aiballope 模式去进行的时候 你要需要指定一个起点和终点吗 嗯呃但是因为你的动态库是你自己编的吗 你肯定知道他的起点和终点在哪吗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B原的情况下直接指定呃 就是说到你你先去呃 把asr管掉先把asr管掉 然后仅仅呢 你用动态库劫持去劫持你的B原程度 嗯 然后同时呢 你的动态库肯定是在硬是在一个某个内存空间范围里面的 然后仅仅在用aiballope指定这个动态库的起始和末位 那这里常识明书期就不用考虑了 然仅仅呢 关 嗯 关税头位也是可以解决的 呃然后呃 然后其实还是 关于多进程的块 多进程的块就是 要不改代码吗 Ada pass代码 Ada pass代码或者是快造 但是我感觉快造那个效果不太理想 如果是我的话感觉我选快造 不不不我选快造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 像我刚刚讲其实 其实他没什么区别像其实像这种多进程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他其实没什么太和正常的呃工程模型来说 他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改动 你比如说这里他就简简单的那一个foc嘛 一个foc然后不要foc的话直接getpd那这其实你改动量也可能不算多 但是你如果实在不实在是读不懂他的代码或者是pass不了的话 你可以使用快造法子 但是那种我感觉也不太好 呃快造法子他是afl他本身的一个功能吗 呃好像不是的 快造就是那个快造 呃快造就是虚拟机那种快造啊 嗯嗯对然后我准备了 啊但最好还是修改代码 但像这个就其实代码就很少的 嗯 你能不能稍微再解散就是说就是afl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对这个多线程法子的这个能力呢 呃多线程法子呢 主要主要还是那个崩溃感知那一块 就是说如果你是多线程的话 呃首先是这样当你一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你在运行一个程序的像一些多进程的一些呃程序话大概这么 就是你这个程序首先这个程序呢会变成一个守护进程 就是他呃我画画图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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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回到这里它是这样的 像我们 a f 的话 他说他其实呃 最重要的点就是感知到就你的木标程序 确实然后他会保留这个样本 当做确实样本 那其实他一个理想的模型 应该是这里是 a f 了不 这也是你的木标程序 a f a r t 木标程序 当你木标程序崩溃之后 然后呃呃 他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a f 了 a f 其实作为负金层 他给他作为死金层 呃然后呃中间 我们再不考虑发发个收尾的情况下 不不考虑发个收尾 不考 呃因为加发个收尾的话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原理 但是模型会复杂一点 我们现在先考虑不可没有发射的情况下 那其实就是负与子嘛 那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你紫进程崩溃退出的时候 你负金层 a f 肯定能感知到 这是这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像我们讲的一些多进程一些东西 他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公众 我们大概这样的 首先还是 a f a f 了去一些一个目标 比如说不设我比如 呃不设我 呃 理想中的天下肯定就是他一个单进程 然后他崩溃之后 我作为他的 父亲 然后我肯定知道他的状态 吧 但他不是这样的 呃 像一些常规的一些多进程 的话 他大概就是一个sever呢 当他一起玩sever之后 他可能会创建很多个子进程 我们把这些进程呢 叫做工作进程 或者1 或者2 或者3 我们把它叫做工作进程 然后 那这样的话 其实像我们处理一些 外部的连接的 协议解析的话 其实都是这些工作协议在工作 然后同时大家这时候可以看一个这种关系 就是父子孙 这是孙进程吧 那这样的话 你wog1崩溃的时候 只有sever能感觉到 就是他爹 孙子的他爹能感觉到 那就只有sever才能知道 但是我afr不知道 然后呢 像而且像中多进程的话 一般就是他的孙退出之后 他可能会知道一个我一个孙 有一个儿子退出了 有一个work1退出了 他可能紧接着维护这种 包括工作现成的数量 工作进程的数量 有可能自己再创业一个work1出来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的afr始终不知道我的work1是已经退出了的这种东西 而是一种已经退出的转态 所以说 afr并不支持这种多进程的一种模型 哦 ok 我了解了 呃还有其他吗 呃关于这个你刚刚解释这个 我afr并不能 创测不到多线多进程的问题 就是 我的小理论是 啊 afr并不是有cumor模式吗 嗯他为什么不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就是 在一个cumor模式下 反正整个系统都是我的 那你再怎么跑 能跑出我这个系统吗 这个模式是运行的 虽然说你说的对 但是他没有这个东西 你可以 没有这个功能 对 哎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下 就是如果不解决这个网络 他这个长生命周期问题 是不是会出现那个 afr里边那个timeout的问题 就是他会运行不起来 对是 呃因为我之前就发的一个网络程序 他好像一直提示那个timeout 根本就跑不起来 所以我怀疑应该是这个 长生命周期的这个问题 嗯 如果简单要解决啊 是不是通过设置那个afr qmule的那几个环境变量 去指定他那个loop的 呃其实结束位置 对afrloop就挺好的 呃就是对币远的那几个环境变量对吧 呃对币远的也可以 OK 哎老师我有一个后续的问题 像就是比如说你发的出来 他跑跑出来一个crash 然后你去调他 结果就是就是这个BOA真实 他那个环境和你现在这个环境不一样 就是他的lip c啊 或者是各种的酷文件和你现在的环境不一样 然后你不就得去patch掉patch这个这个二斤这文件吗 对吧 嗯你去呃就是为什么会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你你你你你在运行这个的时候 其实你在用自己自己的那个lip c 比如说你用的2.23的lip c对不对 嗯嗯然后但是可能可能一个真实的环境下面 这个BOA在一个什么2.17的环境下面 嗯嗯而去去运行 其实这两个他的酷他的那个比如说他是个堆积处 那么堆的各种的机制的问题 然后他就是在实现上是不一样的 嗯对对然后我就得去我就我就得需要根据 比如我定位到了这个 崩溃点漏洞点 然后我去去调那得根据他2.17的那个lip c文件去调 对不对嗯对 那么问题来了我最近就有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我把这个二斤这文件 给他patch到了lip c2.17上面 嗯然后他报了一个别的错 但是他报有一个酷找不到 但是我有那个酷 呃你是用什么patch的 呃我直接把那个他原来的二斤这文件不是lip c点速点6吗 我直接创建了个软链接 创建到了另外一个lip c上 呃应该不太行不太行 那个那种东西不太行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开源库 比如说patch drf 他们有一些专门的用patch动态库的方法 就是你这个 呃不能这么搞 不能那么搞什么 对对对 哎呦 你patch方法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说一个开源库patch drf 其实打4tf啊很多情况下都是 这种东西去patch动态库 我我直接改lip c点速点6不行吗 啊不能不能不能 他因为其实 呃不不不光是你动态库 那其实每个动作都应该对应的每一个 都对应的一个版本呢 是rds o点6 哦对我我那个也改了 呃那那其实还有就是说你的呃程序 他可能需要依赖一些 比如你是不是会爆出来什么 呃积累补c什么什么不是我ldd看了一下这个二进制文件 他不是有各种运代库吗 然后把那个运代库都改掉了 他只能报了什么错呢 报了一个我把这一步c和ld都改了以后 他报了一个什么利部什么crypto 变 所有点1.0.2那个库找不到 但是我这个你用你用ld preload的墙子加载 lld preload的告诉我报错 呃你是路径直接指的是呃绝对路径吗 对啊 这回报的是什么错呢 我我手头上不在我我可不可以可后加你的微信 我给你拍个照 可以可以 然后其实其实吧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能换个细腻机或者换个doken 我因为目标是那样的 因为目标其实吧我为什么要patch的呢 是因为他目标那上面没有gdp也没有gdp server 啊有gdp server没有gdp 然后我gdp server这样远程去调的时候 然后我用我用hap命令的时候他告诉我不能用hap这个命令 用到patch的插件 呃 你要编个健康的gdp扔上去 编个健康的gdp扔上去是吧 但是但是我patch的那些东西就是我想看他的堆 因为因为我想看他堆因为我在附近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你那个 他 呃等等 呃 你你 二二点一级的那个堆pandibug支持吗 好像不知不知道我也我也要好奇这个pandibug到底就是就是你你你确定你是因为远程调试 所以说你的pandibug没把撞下来堆打印出来吗 我感觉我对对对我远程调试他就因为那上面他他那个系统自动自在提供了一个gdp server 然后我我去挂到那个gdp server上以后其他的都没事 嗯然后我用hift的时候告诉我hift那个正常的命令弄不出来 我这种感觉其实是你这个堆他比较老pandibug不支持 不是 不是好像不是我因为我同时说他他就是正常的gf插件他用的gf插件那个gf插件运行就没有问题对对对对啊你插件问题啊你是pandibug呀 哎呀好吧哎那pandibug最低支持多少版本我在哪能看得到的呃这就不知道你要翻翻文档去 像其实像一些比较老的比如说像我的话我我我有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敢用pandibug 因为pandibug他他他针对的就感觉像他就只是针对一下gdp c那些呃堆的这块东西比较针对性 但是说说通用性的话感觉还是gf比较通用对 就是就是其实还是堆堆打印不出来吗那telescope也打印出来了啊 你直接用telescope就是你的hap打印不出来那其他的命令都打印不出来吗 其他命令就正常的正常的命令都都可以运行就是主要我想看他堆嘛 因为他这个堆一出嘛然后top呢那就那就怎么说是hap那个命令有问题吗就 也不需要去改什么依赖啥的就只就只能用他的top之类的硬看的 那那就硬看是吧一个字句一个字句去看 没什么其他办法我他他他我看了我我不是我把那个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把这个二精准文件拿回来以后我自己模拟了一个比如说他他那我我是在一个比如说我在一个乌邦图石楼上面把它运行起来了他那他这个堆的环境可能就和原来那个系统上的堆的环境就是不一样的 会呃应该是他会是不是加载了很多动态库 呃没有没有加载很多动态库 这个堆的不一样可能是跟利不斯的关系 那个跟利不斯有关系那跟其他没有关系是吧 呃这个不是咱们 不然的话利不斯一他一般更新的更新啥呢那些安全安全特径包括2.27以后的那个提开手别是 对我在想如果用48呃不不不不用用2020我印象的是2.31但是我改成比如说2.24的那个 也不是那是不是代表着无邦图20他其实用的是呃16的那个16的那个堆机制呢 我觉得有可能吧那那那堆机制不就不就是这个利不斯一实现的但是 哎我感觉那个堆环境太太难弄了 哦对老师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这样你刚刚不是刚刚那个不是说那个 呃afl对这个多多进程 他的其实不够嗯不友好 嗯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说明了afl他的这个法子 对于这个 进程间的这个叫什么呃条件竞争啊或者是 呃这个现成指索的问题 他其实也是发出出来的 嗯对 我发现了盲点 可以写一个这么一个工具吗 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感觉写个驱动监控一下就可以 其实其实你只要是做一个标记把负进程死进程做个在进驱动里做个标记然后当一个进程快死之后他其实肯定会给内核发驱动发信号量的你你根据这个标记你标识出来你发现它是一些 呃孙进程发生的风格呢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同步给afl 这个东西其实 呃总的来说并不是说afl 呃并不是说没有只是说afl没有对反正这部分东西给都是自己实现的 啊 呃老师后面那个讲那个呃 是 eats 开了那个 想能说你会不会也去挑一些那个内核的动静吧 会会肯定会 那个 那我发全力的那个玩意儿 呃 他的动物质量不高什么 呃只能说通用性不强 而且套里面的技巧感觉是一些老技巧 呃都都可以可以到时候拿出来 拿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比较烧的一些内核 那那这什么内内存利用的动物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就这东西其实就是 那感觉拿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嗯不太感兴趣 对 不不不 你讲的我们都感兴趣 行吧 都可以讲都可以讲 可以讲逻辑洞 然后一个逻辑洞一个内存破坏洞 然后再加一个呃 配子开始被篡改的这种洞 比如说反正都可以讲都可以讲对 我在想你们一天工作多长时间啊我吗 对啊老师你一般工作多长时间 我我我比较摸一般12点到公司 什么玩意儿 啥啥单位啊12点到公司啊 你是不是甲方大爹 但是呢是我比较摸 可是有个问题就在于这个我感觉好像 时间上分配不太均匀 然后我就搞得我有的时候这个课程上的东西我根本来不及浮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也还好吧 就是我感觉就我感觉其实法子的话 你你们有发现其实开发其实要求不太高 只要主要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嘛 就是就把那思路搞清楚之后就如果你能把整个流程走通之后 其实不浮现感觉问题也不是那么必要 因为你再去搞自己的法子的时候 肯定是另外一套环境 需要写的肯定是另外一套东西 对 这个开发要求不太高 指的是 随便便就可以写一个内核 然后监控波进城之间的那个崩溃问题呢 这个比较不太高的意思 那个也不难就是对 他就他他他原理就也也还好就比较简单的感觉 对原理就是监控进城 然后其实都有内核肯定是有相应的API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嗯 那后面这个呃 NGX之类的就不讲了是吧 嗯 不讲了 嗯 那关于其他的类型的那种就比如说发箱 或者是虚拟机之类的会讲吗 不讲不讲虚拟机我不会专业不对口 然后下周讲个windows法的 其实windows法的这个我也不太熟悉 但是我可以临时把火角搜一下学一下 起码讲一些入门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windows法就拿那个sandbox入门吧 好不好 是是 直接拿商箱入门吧 反正都不会吧 是是你感觉我会吗 我感觉你肯定会 你肯定会骗我的 嗯 这个真的不会就是windows法的 我可能找一些 感觉找一些 可以给大家搜集一些各种各样的技术工具 然后讲讲原理 其实原理都差不多嘛 嗯 对 然后我就比较好 就windows怎么解决 focusover那个问题 windows有focus那个机制吗 嗯 windows好像我前一年前我怎么记的一篇文章 他说自己实现了windows的focusover 也是有的应该是有反正有人实现了 那就比如说windows的他那个堆出问题了 然后我印象里windows那个堆在每次释放之前 是要有哈记调验的是吧 那个东西该怎么错呢 再问别问了 别问了再问再多也不懂了 我可以我只能说 我可以带大家入门一下windows windows法人我本身也不太懂 对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老师代码能发 啊发了呀 再马上回来我全力发一次吧 啊行 呃等会发等会发 嗯好的还有这个就是呃 那我也不知道lipc到哪个版本了 但是我有个小问题就是 那个linux对于这个堆的这个各种漏洞 他是怎么去缓解的呢 就比如说他像windows这种呃 释放堆以后还有一个哈记调验啊 这种 呃类型的 你是指其类不c对pblog对堆的check吗 呃对 你要看不同的东西了呀 你比如说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单纯的这个对释放的时候的这个教练有没有 有啊 我记得他double free他他好像在2.2 2.225还是2.2几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人家都是有的呀 呃你你说呃你要详细的了解还是怎么说 做这个吗 肯定应该是要越想去就好了 那个就是那个堆不是一个害的头吗 头里面会标标标释释放不释放 做一个简单的double double free的check 完了你还想听什么 然后double free这个东西其实就比还是比较好check的嘛 嗯 嗯 对一出呢 对一出 对一出的话 呃 还是那个其实对一出主要就是你利用阶段的一些东西嘛 利用阶段你那个纸针 那个NAS的指针你修改那里 他其实感觉这么多是靠ASR环节 然后 其他的话 对一出 嗯 其实对一出都可以伪造头呀 对一出没什么没什么check机制 那不是现在对一出都在 不是说现在我当时 我在两年前的对一出不都是一在 呃 fake各种头吗 其实对一出没什么check 那么意思就是说对对对对对一出这种漏洞的话 他的检查机制是不完善的 呃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说 呃 约线windows在一出的 比如在那个释放的时候 我哈希教验的话 还是会有性能损失 啊 哈希教验 是能损失 是 那那会吧 他我不懂文诺子的哈希怎么哈希的 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哈希 那肯定是会有的 嗯 嗯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呃老师 那个就是我看了一下 就是对那个socket做那个画子的时候 然后我看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sendbuffer和sealer 要做那个返回的判断吗 嗯 然后这个判断的话是我们一开始在做测试之前 你就要考虑到的 还是说一测试过程之中 发现我是要做的 啊 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吧 因为主要是那个原则就是 呃 你呃 每一次的烟门投尾都不会影响下一步烟门投尾 然后你要确保当前的这个序域已经被处理完了 才能在接下来做下一步的东西 对 是基于这个原则的话 就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 哦 嗯 嗯 哎 老师我问个问题啊 那是那个对于 对于LibcSoul的的问题 嗯 那个 呃 理论上说 是不是可以通过hookLibcSoul的 就是通过LDPreload去hookLibcSoul里面的 函数 来来来来来做来做发子呢 有没有可能这样对Soul 对SoulKey的这种做做发子吗 是可以的呀 我们在讲NX 呃就是什么NX法子的时候就讲过一个开源库叫P-R-E-T-T-Y 呃 你可以去前面看一下 就是有个开源库他的作用就是说 把SoulKey的这种东西呃给他 呃 他最主要就是你创建SoulKey的时候 他直接给你返回一个零 就是标准输入的一个巨饼 然后你后面resale的时候 其实就是从标准输入去获得数据 对 这个就是对那个Libc的一个hook 嗯 好 嗯 我们讲过NX吗 没有讲过吗 本不是Apache NX Lag Lag Sttp 对 都讲过都讲过 你可以去前面翻翻 嗯 哦 哦 好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嗯 哦 就是那个小问题 嗯 嗯 第十章什么时候更新 啊 第十章 啊 内核是吗 啊 内核 你已经两周没有更新 博客了 啊 博客 博客 对没错 已经两周没有更新了 呃 就是录屏是吗 就录屏 对 没错 呃 是内核是吧 内核那块 还没进去吗 我想的是等Windows完了之后 我们再接着更内核呀 呼呼 这不这不我们内核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呢 呃 内核要开始的话要学要 学搞哪些东西 你先发一个大纲 给 你先去做题 对 我想想想想 可以给大家给一个大纲 但其实 但其实就是内核大家想学到什么程度呢 对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想学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简单了解或者是对 当然是 其实其实现在 我我大纲其实现在也还没定 就是 就就因为 就 嗯 对我想知道大家对内核的感兴趣的程度 因为我之前给给别人讲内核感觉 讲着讲着他们 对有些有些欠退 对 我也 想到 大家不想一夜日为星吗 对 可以都都可以我后面嗯 反正就讲课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叙叙吧 内核这块大家叙叙可以十遍提 这个对 大家有什么想要研究的东西都可以提一下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 嗯 呃老师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其他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这个未查过或者是不老人之类的其他的 没有我大概就是 哎 再再拓展一下就是安卓吧 AOSP那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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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